1月12日,据媒体报道,邓超孙丽主演的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举行首音里 一对子女特意到场支持,很是温馨 曝光的现场照中,一家四口罕见同框 全员颜值都很高,画面养眼 邓超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出镜,内搭红色打底衫 打扮简单,男演气质 43岁的他,外形维持得很不错 加上演技出色,难怪演出邀约不断 孙丽穿着黑色西装和短裤,大袖白皙眉腿 现年40岁,而且生了两个娃的他 身材一如既往的苗条,动领有数,胀态大好 等等与小华一向是邓超最忠实的影迷 爸爸新戏上映,兄妹俩当然不能错过 拉小宝贝跟大家一起欣赏完影片后 跟着父母上台面对观众 并说了对电影的感受 摇线落落大方 11岁儿子等等以身色卡通长绣衫搭配休闲裤 脚蹬不斜 一段时间没见 他高了很多,已经来到爸爸的肩膀啦 他完美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 五官立体精致,再配上时髦的发型 帅气十足,很是抢劲,很有当演员的前置 邓超则透露,儿子也有参严这部影片 绿儿小花也有八岁了 穿着白色上衣和黑色小短情的她 造型简单大方,应该是出自妈妈孙力之手 她的外形也很出众,明亮的眼睛像极了父母 很是该门可爱 估计再过几年便会出落成人见人爱的大美人 值得一提的是 小花早前被爆在上海某国际学校读书 该校一年学费近30万 尽管价格高昂 但还是吸引到不少明星送子女到该校上课 陈小春儿子,无尊子女,杨青花儿子,黄祖兰女儿都再次就读 12月份,小花与一众同学们登台表演跳舞 顿潮夫妇特意抽空观看 他们还举着手机狂掰 像几个小粉丝,相当有爱 看得出来,夫妻俩很宠爱女儿 说回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部新戏 顿潮非常重视,不仅让子女出息手音力 在娱乐圈仍耐盛广的她 还叫来了过百名艺人在社交网上帮忙吆喝 阵仗相当大 也难怪她除了是主演还是其中一位导演 另一位导演则是她的老搭档于白梅 邓超与于白梅相识多年 感情深厚,两人先后合作了分手大师 恶棍天使,复合大师银河补习班等多部电影 他们合作的电影大部分票房都不错 这一次两人转而拍摄运动题材的作品 还拉来森丽一起演出,实在让人期待 最后,祝福这部戏能票房口碑双分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